这是河北省景行县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 全村都是以石头为基本材料建造 必经百年沧桑更显得古朴 这样的独特之处使得它在旅游行业当中独树一帜 进行关注本期农广天地 瑜伽石头村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农广天地 随着城市化进城的加快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 精装居室 古朴的砖瓦平房渐渐的少了 于是一些古镇村落成为了人们的休闲去处 在那里没有豪华的装潢 没有大都市的纷繁嘈杂 但是会有回归自然的惬意 有豁然开朗的心情 有自然文化的熏陶和吸力心灵的魔力 我们今天要带您走进的是一片石头的天地 瑜伽石头村 一起去感受一下它的魅力 瑜伽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瑜伽村的特色在于石头 瑜伽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 这个村庄的一切似乎都离不开石头 瑜伽村保存完好的石头房屋有四千多间 石头街道有三千七百多米 石井石窑池有一千多座 石头用具两千多件 石头碑结两百多块 置身瑜伽村 映入眼帘的仿佛只有石头 瑜伽村全村现有一千六百多口人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家都姓瑜 他们有同一个先祖 瑜伽道 瑜伽道是明代著名政治家 军事家 民族英雄于谦的长孙 明朝成化年间 家境败落的瑜伽道 邪家眷迁居于此 依靠这里漫山遍野的石头 开一方乡土 繁衍生计 至今已经延续到第二十六代 瑜伽先祖没有留给后代丰厚的物质财富 只留下了一座石头城堡 和一笔勤劳质朴坚韧的精神财富 如今这些都成为瑜伽村独特的资源 这些资源的独有性和不可负质性 使瑜伽村与其他古村镇和现代都市之间 具有了明显的差异 有资源差异就有市场竞争优势 瑜伽村从1999年开始 搞起了以感受石头文化 领略瑜伽风情为主题的古村落旅游 2007年 瑜伽村被国家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 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瑜伽村的知名度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瑜伽心是瑜伽村的村党支部书记 也是村办旅游公司的负责人 瑜伽村在搞旅游开发之初 就确定了本村自主基因的模式 几位管理人员聚在一起 话题似乎总是围绕着如何进行旅游开发 而开发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进行保护 瑜伽村古村落保护规划 是瑜伽村在文物管理部门的指导下 经过专家论证评审后 请专业机构规划设计的 依据历史发展过程和建筑年代 瑜伽村被划分成了古村落核心保护区 封茂控制区和协调发展区三个区域 面积有12平方公里 古村落核心保护区的建筑 大多已有百年以上历史 已经申请成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按照文物管理规定 古村落核心保护区内 不得进行其他工程建设 爆破 钻探 挖掘等 在封茂控制区进行工程建设 不得破坏瑜伽村的历史封茂 最外围是协调发展区 在这个区域进行建设 要与古村落的封茂相协调 严格的保护规划 使瑜伽村古村落得以真实完整的保存下来 瑜伽村对古村落的保护 不仅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建筑的完整性 还尊重了生活的延续性 人离不开建筑 因为这是他们的家园 建筑也离不开人 因为没有了人 古建筑就缺失了灵气和活力 至今仍有大量的村民生活在保护区内 这是人与建筑的和谐 是古与金的交融 也正是人与建筑的相依 使瑜伽村具有了古运美和包容美 瑜伽村几百年的沧桑历史 也是能够吸引各地游客的原因之一 不过沉寂在悠久岁月当中的建筑需要保护 更需要修缮 这样才可以让他真实 完整地展现给游人 修旧如旧 以存其真 是古建筑修缮的最高境界 瑜伽村对保护区内古建筑的修缮 始终遵循历史原状 维持原本的结构和外观 一把铲刀 一抹灰膏 一块青瓦 传承的是祖上的记忆 一把铁锤 一块青石 一锤一打 沿袭的使原汁原味风格 古语金 有传承 也有冲突 一张图纸 一些标记符号 规划图纸上将新区的建筑 统统划分到古村落核心保护区的 外围风貌控制区 对于那些想在古村落老宅院 翻改新房的村民 村干部通过逐户走访和沟通 动员他们在新区新建房屋 为了保持村庄整体景观风貌的统一和协调 新区规划中 依然延续传统的街巷空间和院落布局形式 建筑风格与保护区中的传统建筑 保持一致 街巷公园 健身器材 太阳能 小轿车 卫星信号接收器 这一系列现代化的产物 与老人的悠闲 中年人的笑声 儿童的快乐交融在一起 能够看出来 他们都很幸福 科学的保护 隔离的开发 使瑜伽村的古村落风貌 风土民情 得以原汁原味的展示给游人 走进瑜伽村 所有建筑风格是古朴的 民风是淳朴的 带给心灵的感觉是震撼的 深山藏古秀 瑞石洒油香 置身瑜伽村 您立刻会被石头的文化魅力所感染 这是瑜伽村 开发旅游的独特资源 瑜伽村 古村落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格 其精湛的石头建造技艺 令人感叹 瑜伽村的石头房屋 一高就低 顺势而建 坐北朝南 东暖夏凉 房屋门窗采用拱券建筑技法 尖石牢固 省工省料 石头房则外墙看似凌乱 石则归整 最能体现瑜伽村石匠建造技艺的是清凉阁 清凉阁已经有四百多年历史 共有三层 下面两层全部用石料建成 第三层为砖木结构 清凉阁建在一个斜坡上 如此高大的建筑 第一层竟然不打根基 不填辅料 一至二层完全用石料干搭干磊建成 第二层大量采用了常石和笋卯技法 石块之间以笋卯技法相吻合 看似摇摇欲坠 岂时稳固而富有弹性 在这些石块中 有的重达一吨以上 据瑜伽村代代口传 清凉阁下面两层由于有道第五世玄孙 于喜春独身一人建造 耗费了十六年心血 本想继续建造第三层 却因劳累而终 于喜春后人为了完成他的遗愿 建造了第三层 一座清凉阁凝聚了瑜伽先祖的智慧 毅力力量和高超石头建造技艺 瑜伽石头建造技艺代代口寿相传 2011年被列入了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一块石头一根柱 一块石头一体粮 一块石头一房顶 一块石头一堵墙 兼容技法力学和美学的瑜伽村石头建筑 真可谓技艺精湛 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建筑爱好者 研究学者前来旅游考察 穿小巷 入庭院 与茂蝶老人攀谈 即使没有过分的色彩渲染 也能使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瑜伽村石头建造记忆的精髓 看来这瑜伽石头村不仅是一个奇特的旅游圣地 还具有一定的建筑学术价值 其实除了石头的房屋建筑 瑜伽村的街上也全部都是用青石或者是鹅卵石铺就的 总长度达到了3700多米 岁月的摩擦让石路光而不滑 走在上面发出轻而有韵律的搭搭声响 带给人一种宁静和幽远 各条街上看似相同 其实设置规划十分明确 东西贯通的称为街 南北贯通的称为巷 布通的称之为胡同 狭窄并且短的称之为家道 街宽三至四米 巷和胡同宽约两至三米 家道宽约一米 街向使得村落布局 紧凑合理 空间自然流畅 胡同与家道使得互互相通 街 向 胡同 家道 纵横交错 蜿蜒回环 如诗如画 即蕴含着规划学的智慧 又蕴含唇厚的民族风情 导游正在给孩子们讲解柳池晋约的碑文 柳池晋约碑曾经立在名为柳池的水井旁边 也因此而得名 柳池晋约 对村民用水 节水等 做了严格的规定 由于家先祖 于怀 与于墙 在乾隆三十九年 共同制定 据碑文记载 孤刮老人用水要照顾 对偷水浪费水的人要进行处罚 而这块整治村规碑 可于清朝同治三年 碑文中对参与赌博者做了处罚规定 而处罚的方法就是花钱请一台戏 让村民看三天 像这样的石碑节 于家村有二百多块 保存完好的仍有几十块 上面记载着几百年来生产 生活 村规 民约等内容 当面对这一块块石碑节 就像翻看一部 记载着节约用水 崇尚孝道 遵纪手法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历史书籍 与当代推崇的价值观 道德观可真为是一脉相承 石头是大山对于家村人的馈赠 石头充斥着于家村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为了让游客更多的了解大山的文化 感知于家村的民风民情 于家村建造了一座石头博物馆 博物馆院内陈列着大量骑石 怪石 雅石 井石 不同的形态 不同的质地和纹理 浑然成去 这些石头都是于家村人从周边山上寻找 领运回来 每一块石头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博物馆室内陈列着大量的石头用具 这些都是村民自发贡献出来的 石旧石储 石笔石焰 石墩石盾 石钢石冠 石顶石岸 石槽六轴 炼弓石等等 这里的每一件石头器具 都浓缩着于家村人生活的影子 于家村石头民族博物馆 每天都在迎接着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这里每一块石头 每一件石头器具 都像一本乡土教材 记录着大山子孙的聪明才具 生活习俗 和文化修养 还有那勤劳质朴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精气神 走进于家石头村 不能不了解一个重要的人物 于谦 节俭 中义 刚直 这就是明朝时期的民族英雄于谦 他曾经在山西围观 丰功伟绩 深得民心 后人用各种形式来纪念着这位历史名人 于家村人爱看戏 尤其是禁句 从古至今 村内用石头搭建的戏台就有六座 戏文大多是歌颂忠臣义士 圣贤良辅 这里有地狱的缘故 更多的是一种情怀 一种缅怀先祖于谦的情怀 于家村人为了传播于谦的功德 也是为了免怀先祖 修建了于谦纪念馆 于谦纪念馆是一座四合院 志在不朽 灼魂冰湖 松菊尤存的牌匾赫然在目 整座纪念馆用石头建造 似乎在用石头寓意这位历史名人的刚正不恶 纪念馆正厅 有于谦的石头雕像 馆内还陈列着于谦的手杂 以及记载着于谦丰功伟纪的书籍等 在这里 凝视那一件件与于谦有关的器物 品味那一段段与于谦有关的文字 陈峰的历史会顿时激荡 于谦纪念馆游客不断 纪念馆里的每一件器物 每一段文字 都是于家村人精心收集 查证而来 虞记贵是一名退休复衔的教师 这首于谦青年时期所作的石灰银 他从小就会背 现在的他 专门负责收集 整理 查证有关先祖于谦的史料书籍 与其说是一种乐趣 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摄制祖经过于家村小学时 又听到了那熟悉的诗句 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他们是于家村的未来 俗话要留意买在人间 于是宗祖是于是后代 供奉祖先的地方 祭祖仪式也研习了几百年 于是宗祖里正堂设有于家先祖于有道的神龛 于有道有五个儿子 因此宗祖内陈列有五块家谱 于家村人称为五谷 祭祖时五谷分别派代表 先祭祀共同的先祖于有道 然后每谷分别祭祀自己的祖先 于家村每年天的新丁 也会写在一张红纸上 贴在宗祖入门的墙壁上 这也是家族中的大喜事 于家在此繁衍至今 已有二十六代了 几百年来 于家村外迁出去很多人 遍布全国各地 虽然人在异乡 但是家谱中都有详细记载 这样对于前来寻根问祖的人来说 也是有缘可查 这样庞大的家族和完整的家谱记载 使得很多离家游子的后代 找到自己的根源 在于世宗祠的院子里 一颗生长奇特的龙柏 常常让人留足凝视 龙柏的树干像拧紧的麻绳 螺旋而上 到树顶分身五支 当地人认为 这是一颗很有灵性的龙柏 因为它的五个分叉 和祖上的五谷相对应 而螺旋的树干 象征着于家人 拧成一股绳 团结向上的心 于是宗祠每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 有的前来追本宋园 人回顾里 或许是为了缺一抹思乡愁 有的前来感受于世家族文化 一卷家谱 是一代又一代创造于家石头村 辉煌的前辈 来到宇家村 置身于石头的世界 观赏厚重的石头建筑 领略它深厚的文化体育 能够感受到当地人们的朴实 和坚韧的精神 难怪有人说 这里就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 相信总经这里的每一个人 都会维持震撼 好了 今天东方天听就是这个内容 如果您查询栏目更多的内容或者信息 请您登陆本栏目的官方网站 请您收看 再会